好 疫情也讓餐飲業的業績冷清 業者紛紛祭出了養生食補餐 將中藥結合了富含高營養價值的烏骨雞 還有雪花牛等食材 也意外地掀起了熱烈討論 薑片麻油下鍋爆香 食補的秘密武器 中藥板藍根茶配上羊肉湯 1比1混合當基底 另一頭好重本熬24小時的牛骨湯墊底 穿穹 人生虛 枸杞 紅棗 數種中藥材調味 最後放入雪花牛肉片 兩道養生食補鍋大功告成 基本上我們是比較溫和 然後補氣的食材 比如說我們的穿穹的部分 然後紅棗 枸杞 然後最重要的板藍根 因為它是可以清廢 濃濃中藥香氣扑鼻而來 防疫非常時期 連怎麼吃都很講究 未想出門也有這種用枸杞 紅棗 甚至是蒜片調味的食補便當 當鮭乳豬腳 然後還有鮭魚增加你的DHA 客人的反應都還滿好的 所以這一個便當的銷量 我們有八成以上 五穀雞當主菜 老菜爆黑蒜頭白果紅棗襯底 淋上雞骨和豬大骨湯頭 細細燉煮兩小時 一個月熱賣超過100宗 它營養價值比較高 搭配蒜頭是因為它能消炎殺菌 提高免疫能力 雞藍菜 娃娃菜 西蘭花 黑木耳 蓮藕和枸杞 簡單汆燙後在熱鍋中勾芡 些許紹興酒提味不到五分鐘 營養中藥食素 輕鬆上桌 像維生素A啊 或者是西蘭花 它有豐富的蛋白質 這個都對人體不錯 另一頭也有業者推 金黃酥脆的炸雞 特別配上咖哩 蒜香粉 不僅能開胃還能兼顧營養健康 動物森財經新聞 黃霈與揚昭台北採訪報導 印刷